去年特首发布的施政报告中包含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,同时提出修改现有成规条例,收回土地条例及环境影响评估条例等法例,精简整个发展流程,特区政府近日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,简介精简与发展相关的法定程序之法例修定建议, 值得社会各界关注,根据运输及房屋局之前发表的长远房屋策略2021周年进度报告指出, 估算目前居于不惜撤居所的住户数目升至12.71万个,当中9.22万户居于劏房,占约7成3. 此外,根据房委会公布截至2021年12月底最新公屋轮后时间, 公屋一般申请者的平均轮后时间为6年,当中长者一人申请者的平均轮后时间为4年, 现时约有15.2万宗一般公屋申请,以及约9.65万宗配额及计分制下的非长者一人申请, 即共有24.85万宗申请。 翻查资料 对上一次轮后供屋要6年时间已是1999年。 轮后供屋不容易,申请居屋更要运气。 数据显示,2019年居屋超额仍扣达62.4倍。 整体中签率只有1.58%,当中白表申请者众多,想成功申请居屋可为难上加难。 特别值得留意的是,香港2030家号,跨越2030年的规划远景与策略最终报告指出, 市区楼零超过50年的私楼单位数目,将由2018年只有约19.8万个,急增至2048年的85.4万个。 由此可见,这个定时炸弹,更令发展新市镇和促进社区重建的需求不切。 以上数据以清晰反映。 发展土地、兴建房屋、发展经济实在刻不容缓,而精简发展流程是关键之一。 近日,发展局终于向立法会提交文件, 简介精简与发展相关的法定程序之法例修定建议。 政府建议包含五大方向,包括, 一,精简及缩短约干法定时限,二,避免重复执行性质相近的程序,三,明确授权政府部门可同步进行不同程序,四,理讯不合时而或不清晰的安排,五,精简各项程序以更有效运用公共资源。 其中,精简程序,压缩流程,缩短时间,是当中的重点。 不者认为,大方向是回应了我们一直强调要通过简化成规程序, 加快收地开发新市振,收礼加速市区重建等诉求。 过去由于大型发展项目的审批程序过长, 时次精简法定程序和行政安排有望可以解决土地开发过程中收地。 成规,土地变更用途等过程缓慢的问题,但我们也需要认识到, 如只要请公众作一轮的伸述,或者只能提交书面或者以预先录制影片的形式提出伸述。 未必是一种好的咨询模式,需要明白,会议过多,影响凝聚共识的效率,会议过少, 也未免会变成走过场,反而会引发因缺乏充分沟通而引起其他后遗症。 通过多种方式促进官民之间面对面沟通,化解彼此分歧。 实属必须,因此,做好民情民意的收集以致提供至少两轮的面对面讨论。 形属必须,必须强调的是,前期的沟通工作与精简程序和行政安排同样重要。 但文件中却未见政府对前期沟通工作提出改善建议。 事实上,从根源上解决土地问题,调整和改变土地规划用途所牵涉的利益分配机制才是关键。 不者期望政府必须更主动介入协商过程,以香港整体发展利益为前提。 平衡好各方利益,更需要善用多年来发展以占建完善,但未见充分利用的跨境交通设施,令更多生地变成真正的属地,以供迅速发展。 同时,政府亦需要加紧进一步完善规划前期的沟通工作安排。 仔细参考伦近地区,如不小持份者建议的深圳、广州、上海亦已陆续出现的重建和修地等成败案例。 拿出真招和实招,令有关改善方案加快效率的目标得到有效的落实。 全国政协副主席、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已清晰表示,当国家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的时候,香港将告别劳房。 这不止是期盼,更是对特区政府切实的要求,更是从政者对所有香港人及下一代的一项庄严承诺。 香港最决的不是土地,而是一整套与时并进的规划机制和从政者的决心。 中国最决定的方式称 milk是否? 所以馆穩雅的 doubts? 为此,內液斗年大家参加彼都能出现质值比 feast, marketing堡局议率有分得不帅 Code, 吗? 技术我都行很期待赴建特区平民国务的字幕缓手